据韩媒首尔龙山警察署表示 已经接到了HYBE告发ADOR代表敏西珍事件相关的检举状 现在只接收了检举状 还没有确定关于告发人和被告人的出席计划或调查方向 将在研讨检举状后确定调查方向 近日HYPE与ADOR敏西珍的公司内斗事件持续发酵 引起诸多争议 敏西珍的炸裂发言来了 她在记者会上破天荒地表示 我们以香奈儿的行程出道 香奈儿不是HYBE安排的New Jeans的所有代言 没有一个是HYBE娱乐给的 都是对New Jeans的好奇和对我有关心的合作 广告主都是看我的面子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敏西珍真有这个能力 那为什么不自己开公司 而是去HYBE呢 既然不需要HYBE娱乐的资源 那就不要跳槽去人家哪里 选择HYBE娱乐 看重的就是人家的资金和资源 拿着别人的钱 却又不想被约束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现在的敏西珍在寒流市场 已经成为了众矢之地 而且在此次的记者会上 她不断地拉踩其他爱豆 像Espa Lucerafim Elet BTS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要知道 敏西珍可是承认此前 HYBE娱乐公开的聊天记录是真的 要知道 在聊天记录中 可是有敏西珍想要脱离 HYBE娱乐的言论 对于这份聊天记录 敏西珍的解释是开玩笑 也就是说 HYBE娱乐突然处理 敏西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她确实打算 将New Jeans带走 让ADOR厂牌变成空壳公司 只不过她的如意算盘被发现了 懂得都懂 当然 敏西珍深度绑定 New Jeans和成员父母也是真的 敏西珍亲口表示 New Jeans成员的父母也站边自己 甚至表示 New Jeans的成员 哭着给自己打脸问怎么办 真不知道 敏西珍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毕竟造成如今 这种局面的人 就是敏西珍自己 本来New Jeans好好的 结果敏西珍因为野心大被发现 才闹成如今这样 现在敏西珍和HYBE娱乐彻底撕破脸 这对New Jeans是百害而无一例 甚至现在 HYBE娱乐已经下掉了 New Jeans的推荐位 而且也不再宣传 New Jeans 相信广大网友已经注意到了 New Jeans已经沉寂很久了 以如今 这样的情况 敏西珍和HYBE娱乐已经到了 有我没你的程度 New Jeans的未来 扑朔迷离 纵观敏西珍的整场记者会 可以发现 他就是一个没素质的人 满口脏话 甚至就连韩流网友都看不下去 而且全程胡言乱语 要不是旁边有律师劝着 敏西珍直接变成了自爆卡车 这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甚至他都想爆出自己和HYBE娱乐的合同 而且 他将拉踩其他爱豆的聊天记录 当成调侃的乐子 真的是让人看不下去 敏西珍完全就是胡言乱语 他之所以跳槽到HYBE娱乐 就是看中了HYBE娱乐的资源 说什么 New Jeans没有吃到HYBE娱乐的红利 这是真的白眼狼行为 要知道 New Jeans在出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以BTS师妹团的标签自居 这些标题 如今可还都能看见 至于代言的问题 敏西珍没有那个号召力 HYBE娱乐才是吸引代言的关键 权力斗争从来都不缺席 敏西珍和HYBE前身为BIT HIT娱乐之间的纠纷 可谓是最近娱乐界的一大焦点 说起来 这场斗争早在什么时候开始 有人说 它像权力的游戏中的一幕 有人觉得这更像是一出好莱坞大片的剧情 不管怎么说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劲爆的话题 咱们来研究一下这场斗争的双方 一边是敏西珍 她可不是什么小角色 拥有着ADRO公司的18%股份 但别忘了另一边的HYBE 这个公司可不简单 她可是全球知名的娱乐公司 家喻户晓的艺人都在这里出道 这不 这两个巨头间的火药位 几乎可以点燃整个娱乐圈 让我们看看 这场斗争的核心是什么 据说是关于经营权的争夺 敏西珍坚称自己并不是想要夺取经营权 毕竟她的股份只有18% 这点股份怎么可能 让她握有公司的大权呢 可HYBE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指控敏西珍 试图篡夺公司的控制权 这下敏西珍可火大了 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这就像是一出错综复杂的家庭剧 但比起那些偶像剧 这个可真刺激 接下来 我们还要聊聊内部告发和 Fifty Fifty事件 敏西珍声称自己提出内部告发 是出于对公司的关爱 但有人又怀疑 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而Fifty Fifty事件 那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你说谁会干那傻事 这些看似戏之末节的事件 却能在这场权力之争中 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这场闹剧可真精彩 不仅有公司权力的明争暗斗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猜疑和争议 现在娱乐圈的舞台上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还真是令人好奇 接下来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 我们来看看公司治理和股东权益方面的问题 在这场斗争中 敏西珍和HYBE之间的矛盾 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恩怨 更涉及到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股东的权益 究竟是公司制度存在漏洞 还是股东权益受到了侵害 这些问题牵扯着整个公司的未来发展 也影响着投资者的信心 其次 我们需要关注内部告发对公司文化的影响 内部告发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这背后可能有着更加复杂的故事 而公司的文化又是如何被这些事件所影响的 员工们的情绪和团队合作是否受到了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公司的运营 更关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形象 通过深入挖掘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这场权力斗争的本质 以及它对公司和整个行业的影响 在这个复杂而纷繁的娱乐圈 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观察 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 也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益 他一人对抗HYBE大公司 就在他召开记者会澄清的同时 HYBE方面对他采取舆论攻击 指控他找巫师做法 送防弹去当兵 对方还告诉他你三年内要吞下公司 对此他也没否认 只在记者会上解释那位巫师单纯只是有人 HYBE拿出王牌防弹打舆论战 怒接三年前 米希真找巫师做法 送防弹去当兵 图翻设字首尔新闻 防弹脸书 HYBE对米希真展开舆论攻击 在他召开记者会的同时 放消息给韩梅 内容为他在2021年寻找巫师帮助 巫师当时告诉他三年内 你要吞下公司 这之后三年 我会帮你 怀疑他早就开始计划 抢下公司 米希真与巫师甚至还聊到防弹少年团兵役问题 当年防弹免兵役一提 吵得沸沸扬扬 他提问防弹到底去军队还是不去 巫师告诉他会去当兵 于是他又回 如果防弹去当兵对我比较好吧 那送他们去当兵吧 他甚至补了一句 没有他们对我比较有利吧 HYBE 米希真打架中 旗下团体无意幸免 这段对话引起粉丝愤怒 米希真正在开记者会 马上就被台下记者问到这一题 他正面回答 并未找巫师协商 那位巫师单纯只是有人 他痛骂HYBE很卑鄙 趁他在开记者会时 试图打击他 我干嘛要问防弹去不去军队 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 我就是New Jeans妈妈 我在乎我的孩子 而他在记者会上 同样否认了 过去曾说过 房石鹤抄袭我打造BTS 他表示 皆不是事实 米希真记者会上 否认找巫师做法 至于他被HYBE公开 正在计划的 Project 1945 试者独立ADOR 对此 他的辩护律师强调 他所撰写的所有内容 把他视为个人备忘录即可 2 2 3 9 7